匆匆 这是Semantic Nuance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 请点阅LibriVox.org网站 台湾台中2009年5月 匆匆 作者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哭了有再清的时候 桃树卸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 那是谁 有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 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 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 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 像针尖上一滴水 滴在大海里 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汗层层而泪姗姗了 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 来去的中间 又怎样的匆匆呢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小屋里射近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它有脚啊 轻轻巧巧的挪移了 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 日子从水盆里过去 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默默时 并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它去的匆匆了 伸出手遮碗时 它又从遮碗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 我躺在床上 它便零零利利的从我身上跨过 从我脚边飞去了 等我睁开眼 和太阳再见 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眼睁面叹息 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 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 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 都啊 能做些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 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 除徘徊外 有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青烟 被围风吹散了 如薄雾 被出扬真容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油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 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 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中筹 中筹 按